大家好,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我是李國慶 投資地產股最重要是留意公司賣樓的情況和土地儲備以及質素 除了早前提及的新鴻基地產和新世界之外 另外一隻老牌地產股行基地產也值得留意 它是本港擁有最多新界土地的發展商 在日後的新界發展中絕對能夠受惠 行地最大的亮點是農地王 直至去年年底持有4560萬平方呎的新界土地 過去兩年都有保地價將農地轉換成住宅用地 如果未來政府大力發展新界東北 農地的價值有無釋放 行地自然能夠助享其成 土地儲備方面 行地現時在香港擁有2470萬平方呎的土地 行地積極投地 而且有不少是優質地皮 好像去年以160億元購入啟德發展區楊福住宅用地 另外亦以合營的方式 用近200億元投兩塊啟德地皮 賣樓情況方面 行地表示 今年計劃推售六個發展項目 今年正在香港已經有超過3000個住宅單位 還有20萬平方呎的市區舊樓重展項目 預計都會在今年開售 此外公司亦有超過25萬平方呎的工商民業可供銷售 截至去年12月底 行地在本港已經出售 但未入帳的物業銷售金額達到190億元 相比去年全年收入220億元來看 難怪集團相信今年業績會有理想的表現 總結而言發展商土柱充足 而且地平優質 未來的盈利潛力就會更加何觀 在網絡市場上 開售中 像健康 花範圍 因為 作為製作用